以后你们韭菜买回来不要总包饺子了 像我这样把面粉倒入韭菜中 还能做出这样好吃的美食 做法特别的简单 首先把三毛钱买的韭菜放入盆中 加少许盐 用清水把头洗干净 这样可以有效去除里面的杂质和虫卵 洗好的韭菜咱们放入暗碗当中 给它改刀切成末 全部切好以后 放入两大勺面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加入一勺盐 一勺五香粉 然后再打入两个公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成面糊 像视频中这样就行 然后平底锅刷油 将搅拌好的面糊 咱们倒入平底锅当中 用铲子给它铺平 烙五分钟把它烙熟就行 我每天都分享一道家常菜 你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出锅后 放到暗板当中 咱们给它改刀装盘就行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收藏做起来吧